以后你要是想吃尖椒肉丝 你就像我这样做 尖椒脆爽和肉丝嫩花 特别下饭 把尖椒去地去籽切成细丝 先把通脊肉切成薄厚均匀的肉片 再整齐的码放起来 切成粗细均匀的肉丝 在切好的肉丝里 加入盐 鸡精 胡椒粉 生抽 老抽 下手抓拌均匀 腌制五分钟 然后再打一颗鸡蛋 加两勺玉米淀粉 朝着太阳的方向抓拌肉丝 给肉丝上浆 最后加入食用油拌匀 锁住水缝防止粘连 锅里温烧至四成 把肉丝下锅 肉丝下锅以后 用筷子马上剥散 防止肉丝粘在一起 滑肉丝的时间在30秒左右 把肉丝全部滑至变色 就可以捞出来 锅里留底油 加入葱姜蒜炒香 然后再把尖椒下锅翻炒 把尖椒的香辣味炒出来 加一勺盐 给尖椒自下底味 把尖椒炒至断生 加入提前滑熟的肉丝 简单翻炒几下 然后沿着锅边 加一圈生抽酱油 开大火 再翻炒个五六七八下 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做的尖椒肉丝 肉丝嫩滑 尖椒脆爽 特别的下饭 推荐你一定要试试 给你帮 변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